我那時候在Shopping Mall 那時候因為小時候就存錢 就想要去這邊買東西 就帶了大概3萬多塊 在正要付錢的時候 錢包被偷走了 那妳 大哭在那個Shopping Mall 然後她整個她也嚇到 她馬上去買了一個錢 找了一個很可愛的錢包 然後裡面放了3萬多塊的錢 她就說這給妳 妳看她有多麼疼我這樣子 就是那個感覺 女生一定就完全就是 馬上破題微笑 對 馬上就沒事 馬上就愛上她了 可是就在回來的時候 我們在吃飯 有一天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她 因為我們就常常 自己偷去看電影 可是好像應該是被人家發現的 所以她就說她有一個長輩 好像發現我們兩個在一起 可是那個長輩其實 她有一個女兒 就他們之前就是有沒碩之婚 就是小時候就已經是 她要娶那個女生了 可是這樣那個長輩知道 會很不高興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就聽聽 想說她大概就是跟我講 一個故事而已 結果到第二天那個人 我打電話給我那個男朋友 她就不見了 不見 第二天講這句 他就消失了 然後消失我想說 奇怪怎麼打電話也打不通 去她家暗門鄰也沒有人 這個人就這樣不見了 因為那天剛好是4月1號愚人節 我就一直在想說 她是不是在騙我 她在跟我玩 所以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過12點 她還是沒有出現 就很奇怪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打電話 每天都會見面 可是這個人就這樣不見了 然後我一直覺得莫名其妙 怎麼會這樣 這個人就這樣不見了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是在某個媒體上面 看到她有其他的女朋友 她其實本來就有個女朋友 那我變成小三 可是我完全都不曉得這樣 所以她跟妳說的那個 跟娃娃親 那個也只是藉口而已 對 我覺得應該是藉口 所以她講了這藉口之後 她就不見了 人間蒸發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第一次 就是談感情 然後被這樣騙 然後我終於知道說 什麼那種痛徹心扉 然後吃不下飯 然後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鏡子裡面之後 我嚇到 因為我那時候瘦到34公斤 34 對 我不知道 然後我現在想說 怎麼像一個骷顱頭一樣 很瘦很瘦 那時候就 有傷到 有傷到 對啊 好 我是17歲 Come on 真的 那個時候 暗戀不能算 暗戀是更小 那真的初戀是真的一個對象 因為暗戀的話可能就是自己互動嘛 那那個有對象的話是初戀嘛對不對 對 17歲那時候在美國念高中 然後我們在台灣認識了 放暑假的時候在台灣認識了 然後就開始常常玩在一起 結果他就約好就說 OK 因為我們都住LA嘛 然後他是住LA比較偏南的地方 他住Irvine 然後那時候我住比較北邊 大概開車還要大概一個鐘頭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就去美國找他之後 然後 剛好那時候我的親戚也住在Irvine那邊 然後我就想說為了想要追他 想跟他在一起 我就搬到Irvine去了 對 但雖然是我們是不同學校啦 但是就變得是近很多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也沒有親過任何的女生 就是我還是Virgin嘛 還是一張白痴 那什麼眼神啊 真的我那時候看起來好像 你知道很屌 你知道對 很傻眼 但是其實什麼都不會 然後記得有一次 我就是要送他回家嘛 我們在車上 就停在他家附近 然後反正也是暗暗的時候 然後有那種車燈這樣子照在車上 哭著頭一半 沒有啦 然後被逮捕這樣 然後反正就聊天聊得就是很開心 因為他就長得很可愛 然後聲音也很好聽 你就覺得跟他聊天是 很開心的意思 對 但是我就不曉得要怎麼 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是要跟他接吻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對 結果反正他就有點主動了 他要主動 他說 我們就接吻了 然後就喔哇 在車上 對 就覺得報喜啊 然後就哇 輕得很過癮你知道嗎 他撲過來 他也沒有撲過來 就有點就越來越靠近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跟美國的小孩子 互動就是很多那種hug 自然 很多hugging 那你hugging 可能就是不曉得臉碰 那是你的初吻 對 但我那時候我跟他講說不是 因為我要裝酷 面子嘛 男生什麼可能 當然不是我初吻 他說你是 你是不是 就吵起我了 你為什麼知道我是 你為什麼認定我是 因為我剛剛親你之後 你踩油門了 你就是這樣 太興奮了 拉轉送是不是 結果他就說 他就說你不是 太興奮了 結果他就說你不是那個 你是我的初吻 他說因為你親了我 滿臉都是口水 Oh my god 然後我就 好吧我就只好承認了 然後記得有一次就是 反正我常常會去他家約會嘛 然後我們就坐在客廳裡面 看電視啊 然後反正就是 在沙發上就會 打得很火熱 那你知道17歲的年紀 其實也不會真的幹嘛 就是揉揉抱抱親親 就已經很開心了這樣子 然後就看電視啊 然後就後來聽到開門的聲音 爸媽回來 一開門的聲音 哇 我們兩個人 就突然抱在一起 突然跳開來 跳開 各自在沙發上面 就發現他哥哥跟 哥哥女朋友回來了 一開門一進來 他哥哥臉就有點嚇一跳 然後我也是嚇一跳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你禮貌性的話 你應該馬上 Oh Hi Hoi 站起來跟他握手嘛 那因為我有生理反應你知道嗎 對 那就像美國派那樣子 就是 好尷尬 對 我就拿旁邊的沙發大枕頭 我就這樣按著 我就這樣抱著那個枕頭 那禮貌你應該要站起來嘛 我不敢站啊 我就這樣子 然後他哥哥就在那邊 Oh Hi How are you 他哥哥臉就很臭你知道嗎 他想說你在我家跟我妹約會 然後你現在還不站起來跟我握手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對那個 他哥哥可能對我的一個印象就很差 然後後來是 因為後來高中快畢業 然後他要去 他要去什麼大學唸書了 然後呢我 我要去香港拍戲了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網路嘛 那時候最直接的聯絡方法就是FAX 傳真機嘛 所以後來就是大概交往的 才半年左右吧 然後後來就沒有了 也是純純的愛 我國中突然想到我被人家喜歡過 然後差點也跟人家就是交往這樣 可是他不是我們國中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國中那時候 不是很流行什麼戰鬥啊什麼 那個音樂 大家都會在舞廳跳戰鬥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問我同學說 因為我是收到請書 他說這個是那個什麼什麼 比如說光榮國中的歐龍寫給你的 歐龍寫給你的 我就說 就是混混那一種 然後那時候就很害怕 因為好學生就覺得 被混混喜歡怎麼樣 如果拒絕他 他是不是會扛我 還是怎麼樣 我連他的那個 長相長怎樣我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 歐龍 對 歐龍 他就寫說 舒子晨 我真的 尬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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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寫注音尬意你 然後反正之類的跟我告白 然後我說可是 我就跟我朋友講 可是我連他長怎樣 我都沒看過耶 我要怎麼跟他交往 然後那時候很流行那個數位相機 那時候還沒有手機 然後拿數位相機 他說我跟你講 裡面有歐龍在SKY跳舞的影片 你拿去看 SKY SKY那個舞廳在桃園中立那邊 那時候很有名 然後我就打開看 這是一個男生在跳戰鬥舞 然後很帥 然後就是一個混混 他給我看他跳戰鬥的影片 那你有愛上嗎 應該有 我嚇壞了 你不是說超帥 他長得滿帥 可是他這個行為我嚇壞了 因為那時候就 舞廳是什麼 然後歐龍又是什麼 就很害怕 背頭喜歡 壓力很大 我的初戀也是在17歲的時候 我其實以前本來是很矮 然後我到了高中才開始爆抽高 然後因為我們是讀放牛班 我們班全都是男生 然後那時候就喜歡隔壁班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 因為不會寫情書 然後我全班 全部男生聚集起來 然後一起幫我寫情書 所以我其實我所有的情書 全都是同學寫的 集思廣 對 集思廣 怎麼寫我寫詩 各種寫 然後後來就 真的就促成了這對音樂 我們就真的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我幾乎把我 就是畢生所有的都奉獻給他 就是我所有的初 初夜什麼什麼的都都是 初夜 第一次我是奉獻給他 只要跟初夜有關 只要跟初夜有關 我都給他 然後 Tell me about 然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 因為每天放學 以前都很愛打籃球 就是有一段時間放棄籃球 然後就是都跟他出去玩 去各個地方玩 會愛 對 然後直到在一起 沒多久 他就劈腿 他就劈腿 後來他就 劈腿他就選擇男生 然後最後我們也就 有段時間 就再隔了一個禮拜 沒聯絡 他後來又回來找我 我們又復合了 他就跟我哭著說 因為他前男朋友也是劈腿 然後他受傷很深 然後我就 會有一個那種 運動家的精神 就覺得不可能 我不能輸 就是好 我想要幫助他 想要改變他 然後我就好 我們就繼續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 在一起大概沒多久 我們就 他要生日了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其實很窮 然後他劈腿的那男生 其實家裡很有錢 然後那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很喜歡 哆啦A夢的玩偶 就是那時候 我們就在那個夜市 那個吊瓶子 你知道嗎 一個環 然後吊瓶子 對 然後那個 有一個超級大的 那個哆啦A夢 就是我就問老闆說 那個直接買到多少錢 他說六千 我全身上下的錢 就只有三千 我就想說 好 我老闆你先吊給我看 我就開始在那邊吊 我就又花 因為一次五十 我開始吊 吊了兩千塊 邊吊邊哭 因為我吊不到 然後剩最後一千塊 然後老闆就看我很可憐 因為我就一直吊 就吊不起來 老闆就說 看你很可憐 你補一千塊 這拿走 然後我就抱著那個 哆啦A夢就很開心 對 然後我就送給他 然後其實他也就是 覺得也覺得還好 因為那時候那個男生 可能我只能送哆啦A夢給他 但是那個男生 可以送他華蓋手機 就是輸了 輸了 然後那時候在一起大概一年 他就劈腿了八次 你也是很厲害 八個不同的人 八個同一個人 你是 就是來往 是來回我 認真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劈 然後八次我真的 就是那個心真的感覺要碎掉 我就有點想 那時候就差點輕聲 那時候拿美光刀 割了我整隻手 真的整隻手全都是寫 然後那時候到我還記得 因為他住土城 我住中間 你太愛他 我就為了就是我不相信 然後我走路 自己走路到他家樓下的門口 我就不相信 不相信 然後大概六點半的時候 他就門一打開 莫名其妙當了小王 孫國豪好無辜 後來那個男的出現的時候 他才跟我說 你那時候搶我女朋友 結果後來他就是騙我 騙我的朋友 男生朋友 看到他跟我別的認識的男生朋友 然後在美國一起出去玩 我那時候莫名其妙做了一個小王 我一直知道 然後又被批